台灣的防空飛彈密度全球第二 僅次以色列 因應中共升高威脅 台灣打造豪豬戰略 今年起執行超過2300億新台幣的 海空戰力提升計畫 其中採購國造的天空飛彈 關鍵零組件竟然混沖 中國大陸劣質的廉價燕品 國會議員王定宇關切 採購過程的茶廠供貨能力 追溯貨品源頭 生產過程品管都出問題 日本駐台記者石板民夫表示 這事件的性質形同通敵叛國罪 中共龐大團隊無時無刻禁縫插針 滲透弱化台灣 他認為當台灣業者向中國企業發包訂貨 中共對台機關一定有察覺 而且已經開始工作 如果B案沒有被發現 很可能演變成台灣防衛的破口 對於以行動力挺台灣的其他國家來說 恐怕會寒心 疑慮台灣抵抗中共的決心 量產型的天空系列飛彈 並沒有用到這些低劣的零組件 那這個部分國人可以放心 台灣中科院在驗收階段主動發現 主動移交檢調單位查辦 檢方三度搜索廠商 至少有三家長期承包商涉嫌舞弊 例如偽造美國原廠證明 隱映剪貼 提供中國大陸製造的燕品零件 或從大陸購買瑕疵品 違法賺取高額價差 瑕疵零件如果用在飛彈 恐怕影響發射能力和精準度 嚴重影響國防 議員鄭韻彭提醒 為了防避而採取公開招標 卻反而成為漏洞 被不消業者利用隱藏綁標 控制晶片 全世界只有一家美國廠商在製作 原廠的代理商也在台灣投標 還拿不到 所以他當初在設計這個標案的時候 他的公開招標 應該就要改成限制性招標了 這個沒有圖利的問題 因為只有他在做 中科院後續的改進 也把關鍵零組件 改向直接向原廠來購買 那零配件的供應商 也希望尋找或者扶植 比較大型具備信用信譽的廠商 平面媒體引述知情人士消息 中科院麒麟專案反制中共 就是以天工飛彈為基礎 發展出可以推進到 太空低軌道的固體燃料火箭推進器 中科院有能力生產射程 1500公里的地對地飛彈 雲峰巡弋飛彈的射程 也可以提升到2000公里以上 涵蓋對岸北京 新唐雅台電視 胡宗翰 張東旭 台北報導